有几个细节咱们把它复盘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 难得不好找 马上就说了 你在天津给他找一个 能找到比我好的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调侃 玩笑 仅此而已 对吧 于是我也幽默了一下 我就请袁老师介绍一下 当知道了手里有 真有这样资源的人 坐在这的时候 怎么不再玩笑了 真着急了呢 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 五年 一个在成都 无依无靠的老人 因为一段情感 拓展了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一段情感 他至少有了一个 看起来温暖的家 那么这个女人 值得你珍惜吗 需要做得那么薄情寡义吗 生着病还撩耻 这说不过去了吧 你们俩的这五年 算什么了呢 我就不信 没有证 就没有真感情吧 这一加一 咱怎么办吧 结婚证 对于中老年来说 它还真是一个情感指标 因为中老年人 领一张结婚证 就意味着 要放弃彼此的猜忌 要在结婚之前 规划好 各自未来的生活 放轻松包袱 才能走在一起 这种爱才是最可贵的 你爱他吗 你敢拍着胸部 说你爱他吗 你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吗 愿意 但是这领证 我们 就是条件 我还是不坚持 条件不具备 行了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 接下来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这个年龄了 真的我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刚才专家说的这些 我的朋友 都是这样劝我的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才通过专家和主持人 我认为我里屈 形式上 确实是给人造成了这种错觉 实际上 让小李这五年 让他心里违想的时候 我尽管有这样的 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甚至说花心 行 您 不不不 您别做检讨了 好好想一想 就是到底 愿不愿意跟这位女士 真的走一辈子 您琢磨琢磨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接下来就看看 人家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